港元與國內業者 占對地肥醫療 運動文化 和地肥爭讀 和新創 做回來 搭造二十項的技術 經濟部就說 今年我們臺灣的 核武藥 三十九十三條 占這個GTP 六成以上 未來核武藥 若是加力 科技 能提倡 産藥 競爭力 用手輕輕地打這個音樂 對音樂的這套打票 這就看得很簡單的傳統過去 其實背後連結AI 地靈訓練系統 可以感受操作的人 他們的製造感到大小 越來越來越來越的變化 再來有賣相機構 和二動載療中心 都有應進這套系統 做嚴格的治療 可以知道怎麼樣 健康中嗎 手腦協調 還有你的反應力 這是再來 港元元跟幾雅京 新創公司合作 建立出二十項技術的成果 包括地肥醫療 地肥成毒 新創 運動跟文化科技四大聯合 無論是要電子路由票 降 才是在家人 跟朋友橫端連線打山球 都可以算 日期政策 浸水色的遊戲 同樣他表示 希望透過AI科技的力量 合作過來三天 拍攝新的境界 和上級 AI2.0將可以把企業的員工 提升到另外一個新境界 它的負能被提升起來 那會有20%到30%的效能的提升 過去的中小企業服務業 抓不到客戶 抓不到這個所謂的行銷市場 透過橫端式AI 可以大力幫助這一塊的缺口 服務業 它其實是在我們國內的生產 總值的百分之六十一 它的這個就業人口高達百分 六百八十萬人 它的就業人口也是接近 有六成之多了 所以這個服務業 對我們的整個經濟的發展 我們整個經濟的成長 是佔有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打過橫端式AI 三千的文字 領上的就是聲音 希望未來可以用 第二類出現的服務業 也提升三夾生技的三達 繼續傳播報道